最根本的这个基础 它从来没有对自己产生过一个改变 谁好好认认真正的 就是远这个清境非清境上 发了这个断额修缮都做什么业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无事劫来呢 然后起这个贪嗔痴的这种心 然后通过牲口造作的这个东西 在哪造作的 你没有检测时间 没有检测地点 是不是 你都在造作的了 有你的恶性一起 你通过牲口就造作 所以哪都是你造作恶法的地方 所以你现在一发愿那个受戒的话呢 我都要去造作善法 就这个很简单这个意思 所以的话它在那个 你耻戒的话 它才有了耻戒的那种功德的 是因为通过如法的受受 你获得的这种戒体 你自然耻的时候就有这种功德 你得戒体都没有得 你怎么样的话 然后一提呢 然后生起来那个戒体的那种形 就是说主要是受戒的话 大家那么老远来呢 这两天也专门没有给 使我们上课呢 给居住我们上课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究竟的话呢 知道怎么样呢 然后得这种戒体的 就是这么个意思 能懂得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明天上午呢 然后我们受我戒 我们就不再多讲了 然后到时候只是提醒你 惯想 真正的休息 心无法是休息 我们就会拜祷 这些法 这些是什么事 这个戒心 戒相 这些是很拜祷 现在我完全没有 那时候我们节目的有一个观点的 就是说 比如说我要给家人 家人要了解 没有问题 还没有错 那么我就是以一颗慈悲的心 也要为他服务了 我不能偷离他给他们保持 这样的可以来不及 要为他服务的时候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有万一个慈悲心 然后这些 然后这些 这些事物化 做我们的 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没有错 如果我说这个教题错的话 我会不会受我 那个实际有一个问题的话 那就是谈到 就是有一个 你刚才你是想的话呢 我有那个 心的 然后那种功德 所以在那个 南山堆里头 我给你找 找一下 然后就是有 有你这个问题 就是产生的话呢 就是你的心 和这个 牲口的 然后这种的 这种的差别 你的意思 就是说 我虽然是做的 这个不好的事情 比如说我给他做肉了 这些 但是我心是慈悲的 如果我不要发这个 慈悲心的话 他不会记下我吗 然后你学过 能我给你回答两个 第一个 就是说 就是说第一个呢 我刚才讲了 五戒里面的话 如果你这条戒 你不能持的话呢 你可以放弃 暂时放弃 我可以呢 然后守四条戒 就是不用呢 满风的来守 这个五戒的 那还有一个依据呢 那我就是来给你回答一下 这个就是 我现在所讲的 这个鱼的这个本呢 就是南山绿呢 这个在家这个背蓝的 如果你们有这种心的话呢 然后你们可以呢 然后就去看 但是那个文字的话呢 比较深 我现在呢 就是变成那个 白话来 白话来说 就是说这个戒法的话呢 像我们常常说的 我持这个心戒啊 就是我可以啊 我心里头不杀生 你怎么来 我心没有做这种杀生的事 我给它是做 我是个慈悲的心 应该不是通过这个形象 来判断它的这种后果的 但是它那个 有一种呢 叫做呢 说戒的话呢 它有一种名词的话呢 叫做有戒户的了 如果的话 它有一个戒户的话呢 还有一个呢 就说持戒 它一个呢 就说 佛刚才说了 要知五戒的话呢 它要你的身口来 知你造作这种恶业的 还有一种的话呢 它有一种戒户 我从我的心地里头的话呢 我来知之的 我虽然做什么的话呢 我不管它 但是我的心的话呢 我不去作念 然后做这个 但是这个的话呢 你从你的心里头 起的这个户的话呢 那你是属意 就像说我们说 心念的 你看说我心里头清净啊 但是的话 你在思想上的话呢 它是违背于戒律的 你受五戒是受的什么呢 就是指你身口的这种恶的 知道吧 你护你的心念 有没有功德的 你有功德 但是你在你的身口造作上 你是犯戒的了 是不是 所以的话呢 你要把这个呢 这两种呢 然后这个分清楚的了 那所以的话呢 它不能以你 你受了五戒以后 它不是以你的这个心念 来给你判的 说这个户呢 是由于通过你的身口的 这个齿来户 就是大概的意思是这个 就是我告诉你 这个有出处的了 那就是说 你的方便呢 那你就说我可以呢 然后不齿五条戒 那五条戒呢 如果你能够圆满的受持呢 就叫做满份的油泊液 那或者满份的油泊液的 那我们人呢 为什么有贫富的这种悬殊啊 或者遭遇的不同了 所以我们都是有齿五戒的 迎来的 那但是呢 然后有圆满和不圆满的 所以你受的戒 就是佛给你治的这个 别写脱戒里面的一种 是五戒的 说它和菩萨戒不同 它是从事项上来护你的 所以你一定要不能违背 如果这样的话 就像我们的演技术们呢 我心平和老齿戒啊 我不注重这种戒相 我现在就是这样 那我就说 如果决定我的心念的话 我深口去造作恶啊 我心里头并没有 然后去这个起这个恶的呀 是不是 那你想 那世间人极限不极限你 是不是 就像一个出家人一样 他老进入这个卡拉OK 比如说到那个什么地方去 那个出家人说 我心很清静呀 是不是 那佛治的话 那你不能等 因为你是出家人的 所以他不容许去那个地方 但是你是在家人 你是个在家的菩萨 伪摩戒菩萨 他专门到那个什么呀 然后那个94啦 98里头 比如说金女院 他去说法度的 因为是 那些巨女也需要人去度的呀 但是他度大的话呢 他就是 所以到了那个环境当中 他并不被那个环境所转 他的心地头已经清净了 这是 那现在就问你 你说你生这些慈悲心 你真的是像菩萨 像伪摩戒 鼓呼再来的那种情境 虽然不变了 不变虽然 他你根本没有到的 你身口坐来坐去的话呢 自自然然 做多了 就像 有些人说 哎呀不要紧 喝多酒 喝少点酒没关系 多了醉人不能喝 我点上滴滴的 那你现在呢 我想那样 我不多喝 我点上一滴 我今天就喝这么一滴 明天呢 爱喝酒的人 你们难 难就是多少 我明天 再加两滴吧 那后面三滴吧 哎呀 这一碗都给他喝了吧 所以佛就说了 酒界 乃至于草头 蘸那么一滴酒 他都不让你蘸的了 所以凡夫的吃戒 不是要心耳论 他是要你身口呢 来吃的 就是这个意思 可以呢 然后受这个 那你像刚才那个局 实际上也类似于是这样的 这样的吧 那我们就是说 在你制止不了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只能 然后退一步 生一个 然后这种 然后痴迷的这种心 那你受五戒的话 你不能受 那也只能呢 然后退一步的了 就像你的